今天這個題目為何又這麼易發呢 其一就是突然間有一段新聞 Facebook的老闆Mark Zuckerberg被爆出來 原來他在夏威夷製造了一個地下堡壘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圖 他製造這個秘密堡 裏面有甚麼特別特色 有花園、有泳池 現在說是可以種植物和糧食有關 它是用來長期用的 即是地面已經開始不能種植物 不能夠有這個生口 它在下面可以自給自足 非常之多的,不是只有他一個 阿紀律在這裡說得對 即是那個消息 你好像說這上兩個星期爆發 即是到了15號 前幾天都還在報 但其實不是最近才做的 我自己也有一個親身的經驗 很多年前我去湖南、兆山 即是毛主席的故鄉 他曾經一段時間去那裡 即是在文革之前去那裡住過 他思索一些政治問題 有個朋友是相熟的 他帶我去後面的山 裡面的山洞 原來開了一個人造的地道 那些門全部是很厚的金屬 他說原來當時想著打核戰的時候 就走進去那裡 那現在世界上有什麼事情 要搞到有錢人 要不去太空或者要去火星 但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這麼恐怖呢 那… 我舉個例子 你最近有沒有看過冰島的火山爆發 那個真是幾末世 是好幾年 但你舉一反山 你想個問題 如果富士山爆發就如何 好像也沒有過煙 現在說富士山會爆發的機會很高 文書說他們的爆發機會 差不多到未來這30年 去到90% 還有台長也說了冰島 富士山 不差再說了南極的一個火山 現在都活動著了 就是究竟這個預言家 就是預言2024年 會發生什麼事 但你不要管他 你先聽聽他說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 跟中國有一個海上的對峙 這件事不用猜 那現在就發生了 那觀眾就問 這些老作的 也有些根據 原來他們找到一個根據 是 就在那裡 那裡找來找來找去 都找到很多東西出來 是 是 紅色的敵對勢力 就會因這個恐懼 而這個面色蒼白 把這個偉大的海洋 變成一個恐怖的地方 是 那這個敵對勢力 這個很有趣 當然原文就不是這樣 但原文也是一個 接近敵對勢力的法文 是 因為最近這個美國國會 對於香港、澳門 就形容為什麼 就是用這個字 Adversary 另外一些 就稍為 可以說 有少許語言的味道 就是 英國的皇室 又再換眼 換誰呢 原來換蝦里 在我們做節目的時間 其實已經爆了一件事 就叫做JN1 民粹在新加坡、美國 其他地方已經非常緊張 其實這些大富豪 他們之所以要走去一個地堡 我相信其中一樣東西 都涉及到 如何逃過瘟疫 新加坡那邊 據報就已經再次報回 每日感染的人數